Hello大家好我是小浪哥 这期视频呢就是我们不吃东西了 也不做东西了 回答一下大家呢 资讯小浪哥或者是在评论区留言的一些问题 就是关于我还有我的夫人的一些问题啊 今天呢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好多小伙伴问小浪哥呢 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以前是跟着家里边做工作的 就是毕业以后我就回到家里边 然后负责一些申请项目啦 贷款啦 种种种种这种文案的工作 干了大概就是四五年的时间 就是跑各种部门啊 其实我特别讨厌特别厌烦 这种求人的工作不太舒服 当时呢在上班的时候 我一个月是挣2600块钱 不是很多 但是呢也很安逸 毕竟呢是跟着家里边的 后来呢由于一些意外 我就辞职了 坚决不回去了 然后发了条朋友圈 就说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浪一浪 所以呢这个也就有了第二个问题 我的名字为什么叫韩晓浪 我的真名字是不是叫韩晓浪 不是我真名字不叫韩晓浪 韩晓浪呢就是因为我当时的这一句话 我当时想我应该叫个什么名字啊 就想了半天 既然我想去浪一浪呢 那么我就叫韩晓浪吧 就这样 还有呢做自媒体的心得 还有时间啊 我做自媒体大概有不到两年 不到两年 我刚一开始接触的就是我们的今日头条西瓜视频 我在很早很早之前就用我们今日头条 然后当时我刷新每天晚上睡不着刷新刷新 能够刷新到没有新的内容 当时内容就是这么少 我就看啊 有一些在做搞笑的 有做电影解说的 然后有那个娱乐的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也打算来做一下自媒体 感觉也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行业嘛 然后刚开始做的是搞笑图片 就是很low的那种啊 就是你们也知道我这形象不是很好 然后也没有自信 我就写文章 然后特水特水的 然后一些搞笑图片 然后写上一些字 然后就完事了 然后一天挣个十几二十块钱 那时候感觉好多呀 后来呢 感觉搞笑不挣钱以后 我就做娱乐文章 后来又做电影解说 就是你们小浪哥 我也做过电影解说的 浪哥讲电影 对 当时我还记得有一个视频 播放量达到了400多万 但是可惜没有转正 那时候还有转正的 没有转正 连一毛钱都没有 大概做电影解说两个月 挣了25块钱 后来就不做了 当时特别郁闷 我就看到了林大仙的试吃 就感觉这个挺简单的 买东西来 然后试吃什么什么的 后来我就鼓起勇气 然后出镜 然后做试吃 当时也是试吃了两个月 期间的这些费用呢 因为试吃你需要买东西嘛 虽然说买的很便宜 但是我辞职以后没有了收入来源 我也不想跟家里边要钱 然后就是靠写娱乐文章 娱乐文章还是能挣一点点钱的 然后就补贴到这个试吃里边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做起来 做了两个月 我连提现的资格都没有 100块钱都不给我 就是做的质量不好 清晰度了 然后语言上面了 还有各种最重要的还是你试吃的内容里边都做的不好 也没什么播放量 也没什么粉丝 但是我一坚持就坚持了一年半 直到现在 在这期间呢 我一直独发头条的 一直在独发我们头条 就是我也不知道其他平台也可以传 所以说错失了很多机会 然后最感谢的是谁 其实我最感谢的是三个人 第一个呢 我要感谢我的夫人 当时我辞职以后呢 就是没有了收入来源 我的夫人呢 之前是在广告公司做广告的 广告设计 你们知道吗 就是打印店里边 PS了 然后设计一些宣传业了 然后宣传单 各种东西 然后他就靠那个啊 就是在家里边设计 然后去找一些厂家生产 然后给客户 然后做这个养活我 对 当时真的很 自己选择很艰苦 也是他一直在我的背后 默默的支持我 就是说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夫人 另外呢 我还要感谢一位小姐姐 就是依依小姐姐 你们不要打听是谁啊 就是他呢 在我做视频前期 就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选什么样的视频 然后做什么样的视频 垂直发布什么的 全都是他啊 他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主动给我发了很多这种信息 然后教我怎么去做 也是非常的感谢 后来呢 我也是在慢慢的改变自己的内容 包括试吃的内容 以前我是试吃加试玩 影响垂直度 所以呢 我就慢慢的在调整 第三个呢 我就要感谢 想想大作战 对 有好多小伙伴应该看过 想想录了一期视频 就是买了房子了那期视频 就在那天 我家长他的 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包括一些素材了 然后拍摄了 什么东西 很多很多 我们聊了很多很多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通话记录 嗯 很多 他还介绍了一些 YouTube上的一些作者 让我学一下他们 有好多小伙伴在说我在模仿想想 没错啊 对啊 但是我个人理解呢 就是模仿没有错 一定要在模仿当中创新 一定要创新 因为我们任何的一种人类行为 都是在模仿 是吧 手机在模仿 电脑在模仿 共享单车什么的都在模仿 你们能说出一种不是模仿的东西吗 它是在模仿的基础上 再去创新 你们说我在模仿想想 一些肢体动作了 语言上了 可能会有一些模仿 因为我经常看到视频 我也经常看一些国外的视频 也是在学习 后来也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比方呢 大家也给小狼哥起了一个外号 叫做吃头狂魔含小狼 下面一个问题 用的什么软件和设备 我用的是Premiere 剪辑软件 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你可以在网上下载啊 好多好多这个东西 然后教程 然后设备呢 我就一个微单 微单呢 我是找谁问的 我是找陶白白问的 然后我有一天加上他了 然后我问他 他在用什么设备拍视频 他说佳能M6 后来我就买回来了 我买回来以后发现啊 真的很好 就非常适合我们这些 试试类的 坐在桌子前的这些主播 因为这个可以变焦啊 我前段时间出的那个视频 就是介绍这个的 清晰度也可以 然后收录呢 大家关系的重点 对不对 就是刚开始呢 我说了两三个月 我没有收录 就是做试吃 两三个月 我连提现的资格都没有 刚开始呢 我是带着我夫人出面的 出面了几期 效果也不是很好 后来呢 她就怀孕了 再后来呢 我的女儿看到我录视频 她也想录 因为她对开箱特别有好奇心 就小孩嘛 就开出什么东西 特别有好奇心 所以呢我就带着她录视频 就是录一些 唐了 她感兴趣的东西 后来呢 好转了以后 一个月大概就是一两千块钱 其实我 我焦虑过一段时间 然后那段时间呢 我向祥祥请教 然后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那时候我一个月 大概就是一万块钱 对 就一万块钱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因为我还要买东西呢 我还要买一些素材 其实剩不下多少 后来呢 经过一一还有那个想象的一番指导呢 我的收入翻了两倍 就是一个月几万块钱 还贷款 各种费用 然后开支 我大概剩不下几千块钱 就这样 花销很大 尤其是贷款很多啊 贷款很多 没有你们想象当中 那么那么赚钱 还有呢 就是建议 就小伙伴问 如果他拍视频有什么建议 因为像我问的人好多好多了 但是能坚持下来的 几乎没有 能坚持下来的 几乎没有 80%是在还没有开始 就已经放弃了 10%呢 就是拍了一两个视频 感觉没有什么播放量 也就放弃了 还有那个10%呢 也在坚持着 也没有什么好的突破 就那样 建议是有的 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吧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内容 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内容 表演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之一 但是呢 它不重要 但是不如内容重要 内容比方说 我吃一个大家感兴趣的东西 比方说帝王蟹 比方说烤卤猪 比方说 就是海鲜一类的 肉了什么东西啊 很壮观的东西啊 大家都喜欢看 假如我吃一块糖 就没人看 假如我吃一百块糖 有人看 这个就是内容 还有模仿 我想大家不要害怕去模仿 不要害怕别人说你在模仿 因为只有模仿了以后 你才有创新的空间 在创新上面提成 这个也是我比较提倡的 先要模仿 因为这个自媒体所有人都在模仿 包括你们知道的一些知名的主播 他们也在模仿 也在看一些比他们更优秀的作者 然后模仿 模仿 包括美食了什么的 像有一些小伙伴呢 他思想非常的窄 比方说别人吃了一个烤乳猪 然后你再吃 他就说你在模仿谁是谁 其实这个不是 这个不叫模仿 难道说我们吃饭 你吃了西红柿炒鸡蛋 就不能让别人吃吗 对吧 因为大家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里边 烤乳猪 它有可能是拿烤箱烤的 它有的是蒸的 而有的它是用油浇的 所以说好多种吃法 所以说大家不要再局限于这个 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就这样 就是这样 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一定要坚持 平台不可能辜负每一个用心的作者的 只要你坚持坚持再坚持 总会好的 这就是小浪的一些经历和经验 所以说呢 现在做的还有很多不足 每天也在焦虑 但是在焦虑中成长 焦虑中突破 还有呢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希望大家坚持去做 不要全职 因为你很有可能失败 很有可能坚持不住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是怎么追上我的夫人的 就是当时我是健身教练 坚持的 当时练的也是可以的 是吧 然后我去理发 然后碰到我的夫人也去理发 当时我一看 当时我就看到她 穿着一袭白纱 然后缓缓地走进来 当时 当时我就看上人家了 见色奇异了 所谓的一见钟情 就是见色奇异嘛 然后就搭讪 我是哪个健身房的 然后这是免费体验健身卡 然后你可以来 但是前提一定要加上我的微信 所以呢 我就有了她的微信 我就知道了她的动态 然后还是那句话 坚持坚持再坚持 没有机会 创造机会跟她见面 OK 就这样 然后烦她 烦死她 最后 就知道什么了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 结束吧 喜欢小伙子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视频 是什么样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